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到之处所向披靡 让其他的国家统治者闻风丧胆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蒙古草原上也是四分五裂的 各个部落之间为了争夺草原的使用权 经常发生血战 而且在蒙古草原的东部 还有金国人的残忍压迫 每年蒙古的各个部落都要向金国人纳贡生辰 一旦有不听话的 就会被金国人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 后来雄才大略的铁木珍 经过几次艰苦卓绝的战役统一蒙古 被蒙古人民尊称为成吉思汗 在一统蒙古后 成吉思汗又接连灭掉了蒙古人极其痛恨的金国和年进的西夏国 又将马鞭指向西亚和中东 欧洲 可以说 那个时候的蒙古大军是无敌的 如果把成吉思汗理解成一个只会行军打仗的泥腿子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成吉思汗可以说不再有武功 还有文字呢 在统一蒙古之后 他发现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字 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因为当时的蒙古人没有文字 在济世的时候 还是采用最原始的方法 省解 这样大大影响了蒙古的发展 在一次偶然集会中 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 成吉思汗就让他负责为蒙古创造蒙古自己文字 这个人果然不如使命 很快将文字造好 并在蒙古人中推广开来 就这样有了文字之后 蒙古人的一些战术战法也幸运地保存下了 直到今日 蒙古人天才的军事才华能够展现在我们面前 成吉思汗以及那位造字的人功不可目 文字的出现 又让成吉思汗的 有一个想法变成现实 颁布蒙古人自己的法典 这样蒙古人的行为有了一定的准则 更加有利于其向外扩张了 成吉思汗在蒙古人看来 是一味不适出 他天之骄子 他英明神武 本武双全 但是在他的敌人看来 成吉思汗就是比恶魔更可怕的魔鬼了 因为蒙古军队特殊的战法 每当攻刻以做城池之后都会屠城 这样就没有后顾之忧 还有一点也是成吉思汗让人诟病的 那就是 他有着特别的嗜好 每次攻下城池之后 成吉思汗都要将城中敌将的妻子抢过来 自己霸占 成吉思汗 对那些没有结婚的女子不感兴趣 而对以为人妇的女人却乐此不疲 口味非常独特 史料记载 攻破城池之后 为成吉思汗霸占的人妻数不胜数 而且成吉思汗的死亡原因 也可能和一个女人有关 这个人就是西夏王妃 成吉思汗在灭掉西夏国之后 将西夏王妃收为己用 而在西夏王妃为成吉思汗侍寝的时候 将吉暗杀 至于这个传闻真实度多少 小编不做讨论 就说这一嗜好 的确是让当时的女性羞于其耻 到了如今却很常见 其实也就那么一回事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啊